马太福音第46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13章44到58节 天国的宝贝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又好像网洒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 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坐下 捡好的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他说 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约西 西门 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这段经文 耶稣用地理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 来形容天国的宝贵 我们从这当中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 第一 天国是是宝的人才能得着的 天国如同宝贝藏在地里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天国的宝贵 耶稣的宝贵 正如53到58节所记载的一样 这些拿撒勒耶稣的乡亲们 就不认识耶稣的宝贵 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以智慧的教训及奇异的能力 显明祂是那一颗重价的珠子 可惜这些人不信 不尊敬祂 他们失去得着这颗贵重珠子的机会 何等可惜 今天也有许多的人和耶稣擦身而过 没有看见耶稣就是那颗重价的珠子 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也要为着我们能够认识 这个宝贵的珠子而感恩 第二 追求天国 得着天国是有价值的 是值得我们欢欢喜喜 变卖一切所有来追求的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 都是短暂的 都是不能存留的 唯有天国的福分 才是有永恒价值的 正如保罗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弟兄姐妹 你是否欢欢喜喜 放下一切来追求基督呢 还是你是不太甘心地追求基督 服侍上帝呢 这表示你还不够认识天国的宝贵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得着基督 就是得着至宝 以至于我们能欢欢喜喜地 放下一切对世界名利地位的追求 来追求得着基督 让我们听从耶稣在第52节所教训的 对于天国 我们要做一个追求天国的门徒 在知识和经历各方面 不断追求长进 随时照人的需要 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有关天国的最后一个比喻 是撒网的比喻 强调将来神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 将来神必有审判 神要把麦子、麦子分开 把信的不信的分开 把肯变麦与不肯变麦的分开 求主让我们成为真麦子 成为有信心的人 也成为肯变麦所有 来追求天国宝贝的天国子民 主啊 我知道你是最宝贵的 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 唯有你是我一生所追求的 我愿丢弃万事 以得着你为至宝 道读神的话 马太福音13章44-46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麦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麦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阿们 是的主耶稣 你的国就好像宝贝 藏在地里面 主啊 当我遇见了你国 你的福音 主啊 我就要欢欢喜喜地 去把所有的都献给你 换回你的福音 主啊 因为你的福音是最好的宝贝 阿们 是的主啊 你的国就是最好的宝贝 主耶稣啊 你的国比地上这一切的珍珠 珠子都还要更贵重 主啊 你的国就是我的宝贝 主啊 是的 你的国就是我的宝贝 主啊 求你帮助我 看见那一个极深刻的价值 天国好像宝贝 藏在地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把那些 我们眼见的 欢欢喜喜地去变麦 来买你的国 是的 主耶稣 我们想要遇见 要买你的国 主耶稣 我们想要进入你神国当中 与你同在 好的无比 主啊 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遇见你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主啊 被你而得着 阿们 是的主啊 让我可以真正的遇见你 被你得着 让你耶稣超越我生命中 所有的一切 也请你转换我的眼光 好叫我不看这地上的 这些珠子 珍珠 只单单遇见你 耶稣 阿们 主啊 我渴望可以来遇见你 主啊 也求你把你的国 深刻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 阿们 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